昨天 这个学应团体的决策核心 也发起了公开的号召 希望有更多的民众 在这个礼拜天 就是3月30日的下午 要上街头去到凯达格兰大道 进行仿佛貌的示威游行 针对这个最新局势的发展 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 政府尊重每一个民众 或每一个公民团体 表达意见的权利 因为这是一个民主社会 应该有的保障给人民的自由 但是我们也呼吁 在行使这样的一种 街头活动的时候 也就是说 在表达不同意见的过程之中 大家都一定要记住 秉持民主的理性的平和的原则 我们非常不希望 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之中 发生了任何的失控或失序的行为 甚至于因为这种意外的失控 造成一些我们所不乐见的 暴力的冲突或者是流血的场面 那为了要尽量让这样的一个 表达意见的抗议活动跟游行 能够顺利的举行跟落幕 我们一定会责成内政部跟警政署 还有台北市警察局这一边 密切的配合 让我们的警察同仁 在执行 维护这个集会游行的相关 法规跟权利的时候 务必要非常的节制 尽量让我们的这整个游行活动 能够不要被刺激 然后在平和的情况之下完成 当然我们也同样的要呼吁 号召这样的群众运动的 血印决策核心 必须要负起社会责任 如果说要把这么多的群众 号召到凯达葛兰大道 进行抗争的话 也就同样的必须要很负责的 让这个活动按照原定的计划 和平落幕 这样子才是一个民主社会里面 各种公民团体应该展现的 一个风度以及能力 在这两天 我们也看到许多反对服贸 或者是支持服贸的团体 在网络还有其他的公共领域里面 不断的交换意见 有一些人提到了暴力的角色 似乎有一些比较激进的 主张民主的人士 认为暴力的出现 或者是暴力的使用 在一个很吊诡的意义之下 是促成民主进展必要的一个元素 在这里我们必须表达 我们对这样说法或想法的忧虑 我们要重申 台湾经历了几十年的民主化过程 始终追求的就是用和平取代暴力 我相信全国绝大多数的民众 都不乐见在我们的民主化过程里面 看到暴力行为被鼓励 整个民主的精神 我们一直都认为 是在大家能够清楚地表达 各自的意见之后 在协商的过程里面 能够各让一步 而不是完全坚持极见 只有在很多重要的问题上 或者是公共政策上 能够各让一步 才能够看到整个转化的契机 而很多很多沉默的社会大众 其实期待的就是这一种 激烈争辩的各方 都能够各让一步 并且让事情有和平的 获得共识 或者是解决方案的可能 那也正是因为基于这样的理解 跟认知 所以让我们回到 福茂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要向各位报告的是 最近虽然我们的争议 还没有完全结束 但是我们也已经看到了 若干各让一步的迹象 包括昨天执政党的党团大会 已经做成一个决议 就是针对社会所对关切的福茂协议 是不是应该考虑要让他退回委员会 去重新进行逐条的审议以及逐条的表决 社会大众的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 是关于两岸协议的监督机制 是不是应该法治化的问题 执政党党团在2月19号左右 已经提出了一个四阶段的沟通机制 要求行政部门 对于任何一个两岸的协议 必须在四个不同的阶段 都要接受社会大众 尤其是国会的监督 这四个阶段分别是 第一个阶段 协议的议题形成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业务沟通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协议签署前的阶段 第四个阶段就是在协议签署之后 在还没有生效之前 我们仍然必须要继续的 把协议签署前不便透露的一些细节 在协议签署之后 向社会大众做非常详尽的说明 这样的一种沟通 或者是接受监督的程序 包含了行政部门自己内部的沟通 行政与立法之间的互动 跟接受国会的监督 包括对相关团体的沟通 以及对社会大众的说明 最后我要跟各位媒体朋友 以及社会大众说明的是 福茂协议在最近引起了 国人高度的重视 许多原本并不知道 福茂协议是什么的人 以及并不清楚 福茂协议对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 有什么重要性的民众 都开始主动的 想要获得这一方面的资讯 也主动的跟自己的朋友 邻居 同事 来讨论这一方面的问题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风气 其实是感到非常的欣慰 以及非常的高兴 因为国家的公共政策 本来就是希望 我们所有的公民大众 都乐于去了解跟讨论 现在既然有这么多的国人 对这样一个协议内容有兴趣 因此我昨天在行政院院会 也特别交代 我们全体的部会 不只是经济部跟陆委会 大家都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 好好的跟全国民众 做沟通说明 事实上 两岸福茂协议 不怕检验 也欢迎沟通 我们绝对是以开诚布公的方式 来希望大家 能够真正的了解 福茂协议的内涵 以及对台湾的利弊得失 只有在这种沟通的基础之下 所获得的一个公共政策的推动 才是具有民主基础的一个公共政策 我相信这样子 经过审议过程之后的民主 才是我们大家所共同期待的民主 而不是以其他的方式 去用激情的方式 或者是喊口号的方式 所获得的民主 在这一点上 我们行政部门 有许多还可以继续努力的地方 我们一定会尽我们的力量 那以上是我们关于 最近福茂的一些相关事情的说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